大家好,我是麦子玄的讲师,我叫马其林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下第12讲 那就是定时器技术器的开发,是定时器的中段开发 那么我们肯定也是要讲一下它里面的一些寄存器 那么我们首先也是用LED1来表示,就是看一下效果 那么它的定时器主要是有很多个就是T3C,T3C,C0的控制 然后分别这个控制是干嘛的呢 T3C,TL,那么就是和刚才我们讲的一个T1的一样的 它也是控制状态的 那么它的T3C,T3C,CTL0,它就是通道0的捕获 那么CC0呢,它是通道0的捕获比较 那么这个就是通道1的一个比较 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具体的去操作一下 然后我们也是和上讲一样的,也是定个0.5秒 那么我们定个0.5秒,我们这里也是采用一个128分屏的 然后它也是128分屏,然后是从00到0FF的技术的 我们可以记一下 去写下代码 首先肯定也要出使,要那个定义一个 把include文件包括进来 include aocc2540.h,把文件包括进来 是吧 包括文件进来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定义一些类型 也可是和刚才一样的 就是ty defy 那么也是on chart 那我们肯定要定义一下灯 defy adn 为 p10 零是不是 不定义完这个以后 我们还是定一个用于定时期的技术的码 我们就定一个init 然后counter 标注一下 技术 技术 然后我们就首先就是进行aedtruth aedtruth的话跟刚才是一样的 aedinit aedinit 跟那个定义一下那个插询是一样的 上一家的那个插询 那么我们也是p1d2i 是吧 获胜 就是p1d2i的那个计存器的获胜 获胜01 那么就是把p10选通为输出模式吧 然后双电默认为关闭 是吧 双电默认关闭 这是 这是 输出模式 然后我们就配置一下定时期嘛 定时期的话我们也做一个函数来配置 我没有返回的 也没有那个类型的 就是p3init 我的也没有行参的 首先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计程器 第一个就是p3ctl 等于什么呢 我获胜一个 0x08 0x08是怎么去解释 你看吧 首先0x08是16进制的数字 08嘛 那就10月2进制就是换成100 那么就看计存器 就是刚才这个就是计存器嘛 这个计存器 那么就是第一位是 上面的都是默认的 不变的嘛 tco08的话我们是默认成什么 想我们获胜一个08 就是 获胜一个08的话就是 第0123第四位是1 我看一下第四位代表什么 1 第四位是1 那么就是t3起止控制位 是吧 我们就是t3起止控制位 那就是说可以让它进行停止 我们 然后下面一个就是一个 就也就是 其实 其实这个也就是开益处的中断嘛 就是使它 中断可以嘛 然后下面的话我们就是t3的ae嘛 这个的话我们等于什么东西 你看我们看一下哈 它t3的ae是干嘛的 那么 t3的ae是干嘛的呢 那么 a1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 其实也就是一个中断 那么就是一个 总中断 你看嘛 t3的ae 就是开启总中断 那么我们 t3的中断 就是我们置疑的时候就是开启它的中断 开启 中断 中断 那么我们下面一个就是进行它一个 其他一些配置 也叫ctl t3的 ctl 这里我们去和上一个什么值呢 为什么去要和上 因为我们正要和上的话 我们只要对相应的位进行操作 而且其他位我们就不会操作到它 那么我们这里就使它是128分屏 然后就是128分屏以后 然后在技术个数是 就是总共是0.5秒 那就是n是62500个 那我们就可以配置这0x10 0x10 也就是128 除以16 0000 00 00 它再乘以n 等于0.5秒 它这个其实也就是n等于什么 62500 那么我们下面还是对它进行操作 它与上一个什么 它与上一个0x03的反取反 那么这个取反的话是对应什么呢 就是重装值 就是重装 自动重装 从0到FF 也就是什么 就是2500 除以255等于2045次 然后也是对它进行配置一下 其实这个配置的话 它要看去根据什么功能去弄它 然后下面我们配置好了 就是我们就启动它 这里就是把它分屏配置好了 然后那个技术以及技术的次数也配置好 然后这个就是设置它重装 从哪个哪个到重装 中个月都要吃 然后齐配置好 我们就可以启动 0x10就是启动 为什么是10是启动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的启动是从哪个地方开始 我们它的这个10 或上啊 10 10是不是刚好是启动 看10等什么 10刚好是第四位是1 是不是 也是这个地方 启动开始 用启动以后呢 这个可以 嗯 它这个定时器其实就可以工作了 就已经可以工作了 然后你再把它中断 再开启一次 总中断就行了 再开启一次 这个是可以用这个去开启它总中断 然后这个定时器大概就是这边就可以配置完成了 那么我们使用中断的话 中断的话 它就有一个中断服务程序 那么中断服务程序的格式就是这样的 比如就是定义一个中断 中断服务程序 这里就是它的一个什么类型的中断 比如你是t1的话就写t1 t2就写t2 或者是其他的p 破的角就写其他的破的角的中断 然后对应的interrupt 然后打个打前面打个下号线 然后interrupt t2的什么函数 然后t3的中断什么 t1的中断什么 破的的中断都可以 然后每次到满足中断的情况下 它就会进入中断服务函数里面 那么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呢 这里的话就就做也是做那个闪烁灯啊 那么这里的话就是iocon 就是刚才我们上一讲的话已经讲过了 它就是一个标志就是哪个通道有那个中断来了 然后我们就检测了 当每一次那个t3中断来的时候 我们就先把它清零方便 下一次中断可以把它进行置位 我们就零零 就是先把它清零嘛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误操作了 每次的话它就会来中断 你就把中断向清零 然后下一次 因为每次执行到以后 它检测到中断来以后 它就会根据相应的中断位 来判定是哪个中断 那么每次来以后你就把它清零 那么方便下一次再进行判断 这个就是这个原理 那么我们就if if 刚才我们有个counter的话 counter++ 大于245 那么这个总是 就是二位大四五就是约为闪烁一轮 大概是0.5秒的时间 因为二百四十五次中断后 哎修反嘛 我们就大概是计算的是0.5秒的时间 这里具体怎么去算的话 你们可以根据手册 然后再进行一些计算 它主要是跟你的时钟啊 然后那个叫什么 嗯 以及你的分屏啊 这些都有关系的 然后已经给你设置的技术的 技术到达一个点 它的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然后每次我们知道以后 我们就要把它清理测试方便呢 再去计数了 就是我就技术清理 然后来一次我们就 取改一次 那程序就是这样的 中断的程序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肯定要主按数里面去进行一些操作嘛 然后我们肯定就是要先初始化 对不对 每次都要记得初始化 那我们就先初始化AED 初始化LED 然后再初始化定日器 然后再来一个Y循环 此时Y循环其实我们里面不用写动向 为什么不用写 因为我们的那个处理的函数 已经放在中断里面了 所以一到中断就会自己处理的 所以我们这个不要像上一讲一样的 就写到这里了 我们只要这里只是一直在空循环 空在这里循环 只要它中断一来 它就会进行相应的处理 我们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我编译一下 然后我编译一下 没有错 我就可以仿真看一下 再看一下 编续的时间 看着我们也可以去改一下时间 因为改时间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定时系的时钟 系的个数这里去改 反正也可以在这里去改 如果你要记住 每一次中断来的时间是多少 实际到底是多少 那个你要记住 然后设置的时候 就把它配置成相应的 我们这里可以记住用20 看一下 然后每次记得改一下程序代码 就要记得编译一次 好 看就很快了 好 把时间改一下就很快了 对 对 嗯 然后就会又减键 减键了 所以的话 中断的话就是方便一下什么呢 中断就是方便你 比较方便你去处理一下其他的一些 那个中断服务程序 就是说不要在一直在Y循环里面 去执行相应的查询什么的 反正只要中断一来 他就会进进入相应的服务程序 你在这里去写这些 然后就不要写到这个Y循环里面去了 然后Y循环就可以处理其他的事情 嗯 我们一般用这种的话 一般都是用中断方式来处理一些服务程序的 比如可以一些L口的话 可以设置成外外过一个事件来触发 这种中断都可以设置 哦 大家可以设定其他的时间 哦 去先去看一下那个基层器的一些说明书 也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每个位数对代表什么东西 然后怎么去操作 然后检测一下什么的状态标志 然后我们就去 嗯 课后同学们就去自己的熟悉一下嘛 然后可以编写其他的一些东西去弄一下 可以跟流水灯弄什么的 哦 今天课就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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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焖